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跟大家推荐 在Windows电脑上十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如果你能掌握并合理运用这些功能 将会大大提高你在学习以及工作中的效率 好,现在我去电脑上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吧 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我的电脑上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十个功能 就是这个Windows电脑的桌面管理 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小朋友在视频下方留言 不管我电脑使用的是哪个桌面管理软件 其实我没有使用任何的第三方管理软件 我使用的这个功能是Windows一直以来都有的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谷歌领暗器这个图标 在桌面上给取消的话 我直接鼠标右键这个图标 然后选择固定到开始屏幕 这样的话,这个谷歌的领暗器这个图标 就会在这个菜单那里显示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桌面上 把这个谷歌领暗器这个快递图标给删掉就行了 下次你要打开这个谷歌领暗器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开始 然后在菜单那里找到这个谷歌领暗器的图标 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法 你可以把桌面上任何的软件的这个快递图标 都可以把它固定到这个开始菜单那里 点击固定到开始屏幕 然后把这个删掉就行了 然后找到它会显示在这里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电脑的桌面 显示的更加的干净简洁 好,接下来我们说下第九个功能 就是电脑上的剪贴板历史记录 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吧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上面这个IP 还有端口还有密码 要把它复制粘贴到我的软件上的话 正常的话我们只能通过 先粘贴IP 然后再粘贴端口 然后再粘贴这个密码 这样一个个去粘贴复制的话比较麻烦 现在我只需要在这个电脑上开启这个 简贴板历史记录就非常好用了 我们现在去点击这个电脑右下角这个消息通知栏 然后找到里面有个所有设置 打开以后我们找到左上方这个系统 然后拉到下方有一个 简贴板 我们点击打开 打开以后我们把这个 简贴板历史记录这个开关给打开 这样的话这个功能就可以打开了 好,现在我去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吧 我现在只需要依次去复制我需要的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先复制IP 然后端口 然后密码 但你也可以使用Ctrl加C来复制 Ctrl加C Ctrl加C来复制 然后打开我这个软件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IP端口密码 添加到我这个端口参合 我只需点击添加 我现在只需要通过这个键盘上的快捷键 Windows加V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开这个简贴板了 然后我找到这个 都比较说地址 我点击地址行了 然后端口 端口是第二个 密码是第三个 这样的话我就添加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你也可以使用在任何的网页的粘贴复制上 比如说我只需要粘贴这个网页的这段话 我Ctrl加C 或我只需要 然后我中间不要 我后面需要后面一点点 Ctrl加C 然后你要粘贴到其他地方的话 比如说输入到这个搜索栏里 我只需要按下这个跨节键 Windows加V 然后它会把我自己粘贴的这个信息给复制过来 如果你需要粘贴第二条信息的话 你同样使用这个Windows加V键 然后把第二条点击进去就可以进去了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好接下来我们说下第八个功能 就是自动清理电脑垃圾的功能 同样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电脑的设置面板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CLC通知栏 然后找到里面所有设置 然后点击系统 找到下方有一个存储 然后我们把这个存储下方有一个开关给打开 打开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设置 我们点击下方的配置存储感知或立即运行 然后接下来下面是可以配置一个自动删除的这个时间 或者一个触发点 比如说什么磁盘空间不足时 或者每天也可以设置每周或每个月 一般我们设置每周就行了 然后下方是选择要自动删除这个文件 比如说30天以内或者14天以内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时间 比如说我在选择两个礼拜14天 然后下方就选择帮你自动删除 下载文件夹中一些时间段的这个文件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天或者14天以内的 或者一个月以内的这个下载文件夹中的不需要的文件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返回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动帮你清除电脑上不需要的文件或垃圾等 如果你的电脑跟我一样实际上是固态硬盘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下方有一个优化驱动器 我打开以后 因为我之前已经开启这个功能了 如果你没开启的话 应该更改设置 然后在里面可以开启 你可以选择这个它优化计划的这个频率 比如说每周或者每天或者每月 一般我们选择每周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方选择驱动器 我这已经勾选了全部的驱动器了 通过这种方法 它可以让你的固态硬盘保持着最佳的工作性能 接下来我们说下第七个功能 就是如何开启这个流量器这个无痕模式 比如说你跟我一样安装这个谷歌的流量器 我们打开谷歌流量器以后 我们现在只需要通过这个跨接键 Ctrl加Shit加N 同时按下以后 它就会帮你开启这个无痕模式 通过这种无痕模式的话 你再浏览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或者一些资料的话 这样的话它可以让你更安全 同时如果你想要逐出第三方的括口 来跟踪你的这个上网活动的话 你可以把下方这个按钮打开 这样的话可以阻止第三方的括口 来跟踪你的上网的活动 通过这种无痕模式来浏览网页化 可以让你更安全一点 接下来我们说下第六个功能 就是如何开启这个Windows电脑上的上帝模式 这个上帝模式最早起源于这个Windows7系统 其实它就是一个完整版的控制面板 简单来说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Windows里面所有的设置功能 要启用这个上帝模式 我们需要新建一个空白的文件夹 然后把这个文件夹名字改为上帝模式 然后后面加一串代码 好接下来我去给它演示一下 我们鼠标右键桌面 然后点击新建 新建文件夹 然后把文件夹名字 重命名为上帝模式 然后后面加一串代码 到时我会把这个代码给大家贴出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双击打开这个图标 这样的话它就会开启这个上帝模式 在这上帝模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完整的这个电脑这个设置的功能 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这个电脑的相关设置 好接下来我们说要第五个功能 就是如何开启更加高级的右键开始菜单 我们只需要把鼠标点左下方这个开始菜单栏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需要鼠标右键 而不是左键我们点击右键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功能更加强大的这个启动列表 在这个列表中有很多的这样磁盘管理 事件查看器 还有Windows PowerShell功能 和标准开始菜单栏相比 这个隐藏版的菜单栏界面更加简洁 而且功能上更加倾向于这个设置类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说要第四个功能 就是如何开启在非活动的窗口下可以使用这个鼠标广容的功能 同样的我们去打开这个电脑上的设置的界面 我们点击电脑的右下角 找到所有设置 进入设置页面以后 我们点击上面的设备 然后找到左侧这个鼠标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当我悬停在非活动窗口上方时对其进行广动 然后把它开关打开就行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比如说我把这个开关关闭以后 我的鼠标只可以控制这边 没法控制我左边这个网页这个页面的滑动 我把鼠标放过来 然后上下滚动 它只能控制这边 然后没法控制这边 那接下来我把它开关打开以后 然后大家看看效果 然后再来我把鼠标拿过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滑动这个鼠标 滚动来可以控制上下的页面了 然后我把这个鼠标放过来的话 也可以控制这边 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第三方轮件 来实现这个效果的话 那就赶紧卸载了 Windows系统上它自带这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功能打开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第三个功能 就是如何使用这个微软自带这个输入法的这个U模式 我们平时遇到一些生P字时 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使用第三方输入法 其实大家往往忽略了这个 Windows它自带这个输入法 就是这款这个Windows自带这个微软拼音 它经过多次的更新以后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 除了带第三方输入法中一些常规的功能以外 我们可以借助它来实现这个生P字的输入 比如说我要输入一个三个火字的叠在一起的字 大家知道怎么读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三个火字叠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这个U 然后输入火火火 然后它就出来了 第一个它应该读盐嘛 第一个就出来了 还有比如说我要输入一个 一个左边一个火 右边一个飘 那个字怎么读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吗 我直接输入U 然后火 然后飘 然后它就出来了 这个读 朴 再出来了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快速的输入我们不知道 或不认识的一个生P字 微轮它知道这个输入法 跟这个Windows系统性的接触性是最高的 而且它没有带任何的广告 非常的干净清爽 好 接下来我们说到第二功能 就是如何开启这个Windows电脑上的虚拟桌面功能 很多人都通过这个第三方的虚拟桌面软件 一个桌面做聊天 一个桌面做演示 这样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其实Windows它自己也内置了一个虚拟桌面功能 要开启这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鼠标点击任务栏下方 然后点击右键 然后找到下方有一个显示任务视图按钮 然后我们勾选它 这样的话在这个任务栏里 就会显示这个任务视图这个按钮 然后点击打开 然后上方有我之前创建的桌面 比如说我一二三三个不同的虚拟桌面 比如说我打开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之前创建桌面 我们选第二个 第二个是另外一个桌面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是游戏桌面 这三个桌面是互不干扰的 当然如果你要创建更多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上面的一个新建桌面 打开第四个桌面 比如说你要在这个窗口里工作的话 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PPT的话 比如说这就是你工作的窗口 但是如果你要去玩游戏的话 你可以不需要关闭这个窗口 然后点击这上方有一个第三个窗口 这样或切换到第三个窗口里 这样是非常方便的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第一个功能 就是如何开启这个电脑的卓越性能模式 通过开启这个卓越性能模式 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电脑的工作性能 在Windows内部包含多种这个电源模式 比如像高性能模式 可以最大程度榨干这个系统的潜能 但除了这个高性能以外 Windows还有一种级别更高的电源模式 就是这个卓越性能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并非是公开的 我们需要通过PowerShare功能来打开这个功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代码 在这个PowerShare里来开启这个功能吧 我们点击这个左侧开始 然后点击这个右键 然后找到这个Windows PowerShare管理员这个选项 不是上面这个选项 是下面这个管理员选项 打开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输入这段代码 到时我会把这段代码给它贴出来 然后输入这段代码以后 我们点击回车就行了 这样的话这个卓越性能功能就被我们打开了 打开以后我们把这个窗口关闭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这个电脑控制面板 打开这个功能 我们点击这个电脑 然后点击属性 然后点击控制面板 进入这个控制面板以后 我们把这个查看方式 把这个类别改成这个大图标 然后找到下方有一个这个电源选项 点击进入以后 我们找到这个卓越性能 然后它现在已经卓越性能这个选项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勾选它就行了 勾选它以后 我们点击下方有个显示附加计划 然后下方有一个卓越性能 这样的话这个卓越性能 就被我们打开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窗口关闭就行了 所谓性能模式相比这个高性能模式更为高效 但是对于这个电脑硬件要求也比较高 在高配置的电脑上 可以明显感觉到性能的提升 虽然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的电脑的配置 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功能 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